国产的麻雀已经全部灭绝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视频开始之前 球马哥先考考大家 你们知道有哪些动物 成功的入侵了中国了吗 是被吃到只能靠养殖的小龙虾 还是因为太难吃 而成功泛滥成灾的青道夫 其实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你可能不知道 国内随处可见的麻雀 依然成为了最成功的入侵物种 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 导致了中国麻雀 几些灭绝的尴尬局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国民而言 麻雀哪有什么国产和建国之分 从小基石开始 麻雀就随处可见 毕竟它可是全国分布最广 数量最多的鸟类 但如果你静下心来观看麻雀 你就会发现 现在国内的麻雀 和小时候记忆里的麻雀 已经大有不同 主要分为两点 第一 小时候的麻雀都住在树上 在树上住潮 相信有很多人都上树 掏过鸟蛋 反观现在的麻雀 它们喜欢在有人烟的院子里出巢 甚至敢在人类面前请留 胆大了不少 而前者就是国产麻雀 或者多为进口麻雀 其实 国产麻雀的体型没错 整体胖乎乎的 像是一个球 毛发也没有光泽 叫又暗淡 尾巴微微上翘 这样的麻雀一看 就是本土麻雀 另外本土麻雀的叫声响亮 在声调比较单一 它的特点就是 飞行距离短 每个20米左右就要落脚 这么一说 你是否能想起记忆中麻雀的样子了呢 按照刚描绘国产麻雀的特点 你出门寻找一下现在的麻雀 你就会发现 现在的麻雀体型瘦小 毛发有光泽 并且反应灵活 这么一看再一对比 你是不是发现有很长的时间 没有看到国产麻雀的呢 其实啊 现在国内的麻雀 都是二战之后 从苏联引进的麻雀 那为什么我国要从国外引进麻雀呢 那国产麻雀怎么了 其实啊 我国本土的麻雀 已经近乎灭绝了 这时间呢 要追溯到上个世纪 50年代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费戴心 最重要的就是 先解决粮食的问题 保证国民温饱 那人们发现啊 麻雀总是偷吃粮食 根据专家估计 每只麻雀 每年能够消耗 4.5公斤的粮食 按照这样计算 只要捕捉 100万只麻雀 就能够接约 将近6万人的粮食 于是啊 人们把麻雀 当成了公敌 将麻雀 老鼠 苍蝇和蚊子 合并称为四害 想想 现在的蟑螂 就是因为麻雀灭绝 才成为了新四害 可醒而知 当时麻雀 在人们心中的 糗恶形象 这不同于其他物种 麻雀仅在树场打窝 繁殖速度 也相对较慢 于是捕捉麻雀 就成为了 最成功的案例 不到一年 全国就消灭了 19.6亿只麻雀 可后来啊 人们才发现 少了那么多麻雀 但粮食的产量 却越来越少了 原因就是 麻雀虽然吃粮食 但它 同时也捕获 迫害庄家的害虫 少了麻雀 都害虫的意志 所以庄家 被害虫 糟蹋了很多 这时候 人们才恍然大悟 但本土麻雀 已经并临灭绝 这只能从苏联进口 过来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 苏联进口的麻雀 有点明显 很快就取代了 本土麻雀 再加上 它们和本土麻雀配种 导致存种的 本土麻雀 已经灭绝了 好消息是 进口麻雀 并没有对我国的生态 造成危害 这也算是万幸 最后就把个小问 你们还知道 有哪些 在中国 翻来虫栽的 动植物吗 欢迎在下方 留言评论 咱们 评论区再见